好,小朋友们,现在我们要组装的呢,是叫做磁力小车 磁力小车,那我们从这边呢,就大概可以看到它的示意图了 最后呢,我们会有组装出像这样子可爱的这个小车 一,纸片,这纸片呢,是可以做出这个车身的,车子的主体 二,塑料板 三,轮子,轮子 四,圆形的双面胶 五,轮轴 六,圆形的磁铁 七,黏着磁铁的把手 八,长形的双面胶 好,现在我们可以开始组装了 首先我们先拿起这一个纸片 好,小朋友请沿着这个纸片的这个折痕,折一折 好,这边呢,也折一折,好不好 可以折的地方呢,我们折起来先 然后呢,你给它梳理起来 大概,这边也有这个地方要折一折 前面它的侧镜也是 把它就是往里头折进去 然后呢,这三角形往里头折进去 然后呢,这样子 大概的形状就出来了,对不对 我们呢,再放一些双面胶 来,我们在这个白色的部分呢 放一点双面胶 好的,来 来,我们把这个三角形先往里头折进去 好吧,黏着 这个也是白色的部分呢 往里面折 好,白色的部分呢 我们往下面折,好不好 然后这个部分呢 给它往下折,好不好 这样子呢,车子的主体就完成了 好,接下来呢 我们这个是放轮轴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在这边 粘上这个双面胶 我们粘上一点双面胶 中间的部分 好,两侧都要 好,另外一边也是 好,我们把这个上面的白色的部分呢 给去掉 所以它的前后都一样了 所以我们放在中间,好不好 嗯,这样子 好不好,小朋友 这两侧这个洞呢 不要阻碍,不要挡到它 这样我们稍微碾一碾就可以啦 就稳了 好,另外一侧也是 把它粘好 好了,现在我们呢 要把这个轮轴啊 给穿过去 好不好,小朋友 这个洞进去呢 从另外一边出来 另外一侧也是 从这个洞呢 穿进去 然后从另外一边出来 好不好 好,然后呢 现在我们就要把这个轮子啊 给安装上去 不要太用力 这样慢慢 还是要使一点劲 给它进去 好,就是扣紧 好,这边前面呢 也是一样 让我们用手指呢 在两边再稍微压一压 确保它不会掉落 好了,现在我们可以 把它反过来 推一推 真的是 很灵活 对不对 漂亮的车子就呈现啦 现在呢 其实这个双面胶 是用在这两片磁铁的上面的 那一个呢 我们是黏在这个车子的尾部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 黏在这个棒子这边 好,小朋友们 这边呢 老师要跟你们解释一下 我们的磁铁呢 有所谓的同级相视 一级相西 好不好 所以呢 他们一定会有一面是属于一级的 不同级的 对吗 我们的磁铁有分南级跟北级嘛 如果你看 这样的情况呢 他们吸在一起 将就这一面跟这一面呢 刚好是一级 可以是一个南级 一个是北级 所以他们会互相的吸引 然后呢 你跟他 反过来 你会发现到 他们完全是不能够吸在一起的 他有一个无形的力量 很强的力量呢 在 推挤他们 如果我一双手 他就会飞掉了 所以我们就需要找出 这个一级的方向 一级的面 然后呢 去推动这个车子 好吧 好 这个呢 这一面跟这一面 好不好 所以现在呢我们把它 黏上去 我们在车子的尾部呢 黏上这个双面胶 好 好 这个磁铁呢 最好了 我看 黏在中间 好了 你不要说太高 不然呢 待会他就往里面 跌了 明白我意思吗 就是 黏在中间中间这样子 下半部还有了 但是又不能够太长 怕轮子走不动 好 看一看 这样的情况 好 稳住了 现在到这个 那我们也在这一边呢 黏这个双面胶 这一面嘛 那我们就跟他固定好 黏好一点 尽量给他黏的这个范围 争取最大的面积 好不好 好 好了 小朋友 我们现在可以来测试了 好 我们的这个棒子呢 可以慢慢的接近这个车子的底部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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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可以推动他咯 不要太靠近 他就被吸着了 这个好像你的魔法棒 好像有魔力 这样可以推动这个车子呢 往前开 有没有 但是你也不要太靠近哦 你靠近就被吸过去了 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有没有这样的概念啊 有的 磁浮列车就是用这种啊 产生 用电呢 产生很大的这个同级相次的这个力量啊 去推动这些车 然后呢 列车呢 会稍微就是 浮在半空中呢 它是没有接触到地面的 所以呢 它的这个阻力是非常非常的小的 再加上呢 这个很强大的磁场效应 同级相次的效应呢 可以让这个列车呢 以非常快的这个速度呢 往前行 所以呢 这个可以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而且非常的有用 好 今天我们这个活动呢 就到这里结束啦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